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呢 叫是Baringer酒庄 这是我们从停车场过来以后看到的它后院的情况 Baringer酒庄呢 它是加州最大的一个 最悠久的一个酒庄 它建于1876年 所以Baringer先生呢 他当时在1939年的时候 邀请了这个旧金山博览会的一些成员 还有一些影星到他的这个庄园去参观 然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此他的酒庄便扬名于天下 这个酒庄呢 最大的特点就是说 它建了一个地下的一个酒窖 然后这个酒窖很长 然后它是采用了这个传统的欧洲葡萄酒的酿酒工艺 因此这个大楼呢 以酒窖都被列为文化遗产 酿酒的地方 然后呢有一些shop人们可以坐在这个地方品酒 这是个五花果树 五花果树他们修剪的 好像都贴着这个墙长 好像看起来好像一个decoration一样 还挺好看 好 这个是个石榴树 修剪成这样子 太奇妙了 现在呢我们是从那个shop那个地方过来 进到他那个mention 就是他住的那个后院 房子的后院来了 也就是当时鲍林杰先生住的房子 当然了 现在不是鲍林杰家住 鲍林杰家住在那个地方 美国国家和加州分别列为这个历史遗迹 这包人杰家这个酒庄呢 当时的时候是一个德国的一个人 他来的这个是一八七几年 来这以后 然后他建了这个大酒庄 然后他在刚才的那边的那个building底下呢 建了一个大的通道 85米的通道 也就是地下室 然后这个地下室呢 他来存酒 因为可以达到58度的这个温度 然后所以他建了这么一个 大的酒的那个大的地下室 来保存建酒 那么这是他当时的这个酒庄的一个住的地方 非常豪华 你看这个建筑都是德国 就是这个威多利亚式的建筑 那么所谓威多利亚式建筑 就是说尖尖的房顶 然后有很多的窗户 房顶上又会有窗户 这样小的窗户 那么这样的是威多利亚式的建筑 那么留下这样一个豪宅 那么1967年 属于自然遗产 属于遗产 属于没有任务 你可以在这儿 每一个酒庄都有品酒的 都品得样样晃晃的 所以这个是一八七几年 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出来 他的整个的建筑风格 全是欧式的建筑风格 非常漂亮 你看看这样大的树 然后底下有这样的椅子呀 坐着这个地方 平酒 然后很好 而且这个地方还有一些葡萄园 旁边就是葡萄园 到处都是葡萄园 而且其实树都修剪得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我们一会儿走进这个维多利亚的这个房子里边 你看看这个维多利亚式建筑有个特点 我们就去看看看 好 你去看吧 我们一会儿进去看看 好 你去看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进入当时的这个Mr.Bellenjer他们的住宅 Mr.Bellenjer elle的百灵者 他们汉语翻译成叫百灵者 这个环境真的是非常的优美 非常优美 很干净 空气也很好 绿化非常的好 坐在这里真的像是外桃园 都是这种非常高大的树木 这个还挺高 看了吧 到它的里边去看一下 Bear Ranger 这个大树还真大 这个大树你看看 大树底下好青 漂亮吧 然后很多人在那照相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的喷泉 在那里 对 小的喷泉 也是欧式的 那么这因为这个主人他是德国人 所以说他做的这些就是很像德国 你要来这个地方也做 就像于大利和德国的那种风格一样 特别是这种树 你当看这种树 所以都是那种风格 好像每一个酒庄都非常的漂亮 对 都设计的好像都很有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 特色 而且他就是你做的 你进来以后你会感觉到你的这个 有一种进入一种就是很高档的 家境 豪华 这种感觉 对 你看那个地方 那个森林 你看那个角度 看那个森林那些大树 你看看 那多漂亮那一块 就像有这么一角 像是原始森林的这么一角 他和那个Robert 不一样的风格 就不一样的风格 对 这个像在森林一样 好进他的大城堡里边去看看 我们进入这个 他的这个大城堡 他的这个房子呢 他的这个特点就是说 维多利亚式的房子 他的特点就是 一定要是这个房子有个前庭 也就是说有个上面的这个东西 知道吧 就是有一个前庭 包括那个也是维多利亚式的点庭的特点 就是说前头有一块前庭 前庭呢 那么可以坐在那个地方喝个茶啊 嗯 乘凉吃东西喝酒 而且他的这个柱子呢 你没看到吗 都是这种 这种圆的这样 像柱子这样弄起来的柱子 柱子 柱子 然后你看他的雕塑 上面一定还有个小小的雕塑 看到不 是 在那个地方 在那个房子上边的那个地方 看到还有一个小小的雕塑 所以显得就是比较细致高大 好 跟他看看 好 我们进来看 进来以后就是 其实都是现在都改造成品酒的地方了 那么实际上这是他当时的 你不要造酒 对呀 造酒他的品牌 Bear Ranger 对 你看 这是他当时的这个 你看 这是 Bear Ranger Napal Valley 这几瓶大酒 大酒瓶的 这是毕如 一楼很好 这是当时的他的就是他的住宅的房间 住宅 你可以看到这个 这是上二楼的楼梯 二楼的 二楼的 二楼楼梯 不让下 只能在一楼 对 这一楼就是品酒和卖东西的了 你看这窗户的锅里是很有特色的 都是花的 都是花的 像这个你看不来 对 都是那种 花的这种锅里 所以很精致 很精致 嗯 嗯 窗户上也是花的 但是 光线的原因 照不出来 而且你看看这些 柱子 这些木头 这些木头 都是很 就是真材私料 不像现在所用的东西 都是假的 啊 到处都是品酒屋 啊 这方面就是下坡 它这个门是可以开开的 开开以后 到外边阳台上 到阳台上去 你看看 看这个 哦 对 就是这种窗户 这个 这个角度可以照出来 对 而且都雕刻的 都是不一样的图案 不一样图案 鱼鸭子 对 而且它上面 这个玻璃上面 还有箱子 箱子很多的玻璃球 而且你看 它们都是对称的 这边是鱼 那边也是鱼 对 然后这边是鱼子 这边是鱼子 这边是鱼子 中间是酒和水果 对 你看 这个酒也是他们的酒 对 Boringer Boringer 你看 Boringer酒 Boringer Boringer 这是Napa Valley 这是它的地图 这个就是和Mondalby 那个都是差不多的年代 这个比那个还要老一点 这个现在不是说被澳大利亚的母公司买了吗 就是这个被澳大利亚的母公司买掉了 你看看它的这个 你看这个也很有意思 你看当时的这个木桶怎么做 你看就是这些木工 你看把它一根一根的木头弄成这个样 然后还要烤 烤好了以后 然后才能再打上这个边 不容易 不容易 这个才可以 所以说这个木桶的制作也是一个手工的过程 而且这些木头呢 都一定是在法国的这种欧客买出来 买过来的木头 你看 你看当时的 这木头 然后他再把它扣下去 这个当时的 这个当时的 Bellinger Bellinger 大概就坐过这个椅子 在这个地方 想着怎么他的庄园 办公的地方 是不是 发达的 这个像他的吃饭的地方 Dining room 吃饭的地方 那么这桌子还不小 然后大家坐在这吃饭 然后这还有个壁炉 各种各家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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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蜡烛可真大 你看 壁炉 底下是蜡烛吧 是蜡烛 嗯 buildings 你看我们现在 他的美丽 你看这两个窗户全是两个king的玻璃的图像 那就说明他无论进和出都要看到这两个king 那意思就是说他一定要做最好的 我们现在是到了他的大house的外边来看一看 我现在所在的是就是Bellinger的他的这个住宅 他的当时的这个他的这个大房子是1883年建的 所以说你看这个当时的时候能做成这样的烤旧的维多利亚式的房子 那是不简单 所以你看他的这个主体结构是石头 然后用木头来做的一些东西 然后他的这个你看出来 他这个里边我们刚才进去的非常烤旧非常的豪华 所以说这个你看这个周围的这个环境非常的美 所以吸引了很多的这个观光者 那么他的这个房子他的这个酒庄呢 据说是可能是和我们刚刚看到的曼达尾的那个是同一个年代的 风格不一样 但是风格是截然不同 那个像田园风格 这个就是一种欧洲的一种田园风格 这个大楼呢非常漂亮 所以说这是地标性建筑 你看这一条这个地方我们注意到这个地方有一棵大树 你转过来看看这棵大树 这个大树好大好大 而且呢他这棵大树呢像招牌大树一样 所以说很多人在这个面前呢都在这个树底下流念流营 所以说你看这棵大树 而且这个大树你能可以看出来这个大树上面呢有很多青苔 看到了吗 看这个树上面有很多的青苔 那就说明这个地方的气候是相当的湿润 所以说对这个葡萄酒的生产呢是绝对是必要的这么一个环境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当时的时候他们跑到这个地方来建了这么一个葡萄园的酒庄 特别喜欢他们这里就是种了很多的树 就像在树林里一样 对 感觉特别的好 对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在这个地方 你就感觉到这就是欧洲 知道吧 这和美国其他的地方不一样 这就是欧洲 但是除非你要看到美国国旗 你才能知道这是美国 所以说呢你看 你看这个田园风光多美啊 你看看那个 你看看这个草 这个树 而且它的色彩是不一样的 就是这个地方那个色彩 它是很多阳光绿的这种 黄的这种色彩 所以让你这个气调不一样 是不是因为加州 加州今年雨水多的事儿 如果雨水不多 是不是也会变化 我觉得这地方不一样 因为这个地方 它毕竟是一个valley 那么valley 就不容易有这种 dry的这种感觉 dry的这种感觉 dry的这种气候 看它的松树真高 就像在原始森林里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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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块的那种树 红山树 跟在森林里没有什么两样 所以说感觉特别的好 空气很清新 哦好高啊 这些松树 红山树 他们可能这个年龄都很大 而且这个红山树的特点是 是它抱团知道吧 你看看 你看看这几个 都是一个family 你看看这几个围着一大圈 你看啊 一家人 你看这是抱团的这种 抱团取暖 抱团抗生存 好啦 我们要离开这个Baringer酒庄了 真是依依不舍 真的很喜欢这里的这个 这一切一切 这个 但是还是要说再见 拜拜 下次再见 好啦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帮忙点赞和转发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